马太福音24章42、44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要警醒是留心、提高警觉、戒备的意思 这个字耶稣多数都用来提醒门徒 主来的日子近了 所以要警醒 要预备是准备好的意思 主来的日子近了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预备好 那么我们要如何预备呢 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找出几点应当预备的事 第一过圣洁的生活 第二彼此相爱 第三忠心侍奉 第四做恩赐的好管家 第五遍传福音 我们基督徒要如何为耶稣的再来做好准备呢 耶稣说 我们不为地上的钱财忧虑 我们应当仰望上帝的供应 把天国摆在一切事物之前 我们不应当为恐惧所掌控 相反的 我们要显出信仰所给予我们的信心 我们更应当向忠心的仆人 随时等候主人的再来 因为他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 你预备好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